五月初五神舟利类 双方是大打出手 这人呢就是斗争 讲不了理了开始动武 你看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以武会友 真要身上手势 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 谁给谁也不能留客气 不见他栽根头 人有脸树有皮 那么能受得了吗 不过这泪刚开始 第二阵 浪子艳青替换了无松五行者 来斗粉面如来法度 这法度一看是艳青 认得 艳青叫浪子艳青 小伙长得贼帅 长得俏皮 干净 在法度的思想认为 这艳青就是个白面书生 听说他吹箫吹得不错 笛子吹得也挺好 善于歌舞 但这人真有真本事 听这戳汉浪子 就是不务正业 肯定没什么本事 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另外呢 法度什么身份 那也是少林的名僧 身为一次的方丈 光武术就练了五十多年 那基础多扎实 您想想 能把这艳青看在眼里吗 所以两个人一见面 合成嘴角 冷笑了一下 这撇着嘴 阿弥陀佛 来者可是浪子艳青 不错 正是在下 怎么 你替武松八号 要跟老纳动手不成 当然了 这不是废话 上这来也不是到菜市买菜 也不是逛市场 自然是动手了 好 既然如此 老纳奉 言语不合交了手 全场一万多人 目光都盯到两个人身上 首先说这大和尚法度 这法度心里都盘算了 原来我栽了跟头 把屏凤岭少林寺毁了 老当家的没处分我呀 丙多就叫我扫扫地 干点劳动活 那算什么呢 以后依然恢复了正常 我得怎么表现表现 让老当家的高高兴 头三出美好戏 我面对的都不是墙皮 我要打两个胜仗 是不是转转脸面呢 他是这么想的 彦青呢 有自己的想法 彦青是年轻好胜 他也想好了 看着这座擂台 高手背出 越往后腾越不好打 越往后腾高人越多 就我这两下子 恐怕摆不到台面上 所以赶早不赶晚 剑好我就收 因此彦青 一身手就是击杀 无动双拳 频频发动进攻 两个人啪啪啪 站在一块 能有十五六个回合 大和尚法都就吃了一惊 法都心说 我想错了 这彦青有真本事 伸手抬腿 七块如垫 坏了 我还得留神 不留神 我也跟我徒弟去 非栽根都不可 他这么一想 脑子有点溜耗的 被彦青这一脚正 蹬他肚子上 这个摧毁劲 法都和尚是扬面栽脑 由于彦青这一脚 皮的太用力了 所以呢 把和尚蹬在那 半天没起来 最后上去俩小和尚 把他扶起来 围着这台子 转了那么一圈 让他缓缓劲 这还不说 也不知怎么弄的 裤腰带还没记紧 突如一身裤子 还掉下来了 一万多人 看得清清楚楚 哇 全乐了 法都和尚 还不能有个地方 都钻进去 丢人现眼 赶紧把裤子 提整系好了 裤腰带 满面羞愧 回归东看台 路灯云一看 气得腮亡的鼓起多高了 你 你给我退在一旁 丑连锐也说 呸 你真给少林寺的 逼人现眼 法都简直是无地自容 也不敢说话了 退在一旁 燕青露脸 这脚灯得脆毁 心平气和 燕青冲着台下一抱拳 败 各位子弟老师 在下不财 我会点粗拳笨腿 没什么能耐 方才是我侥幸 占了个便宜 我不知哪位好财 买脸 能陪我再走几趟 有没有登台的 有没有 眼环未尽 就听台下像打闷雷一样 嗷一嗓 站着人们的耳朵 来者非别 正是少林寺的四当家的 一空大和尚 这一空啊 身材也高大 跟眉毛大狗熊 差不多 咱说他不止一次了 这一空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哪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要讲本事还真不低 经常遇上倒霉的事 连日来气的 饭都吃不下去 他总结了一下 我怎么那么倒霉 就没露过脸 我小明是少林寺的四当家的 今天我三位师兄都在 特别是老爷子也来了 在那坐镇 我得露几手 哪怕打一次胜仗 我转转脸 不计太丢人了 这回再打败了 我就找根绳 就把我自己勒死 他暗下决心了 飞神行登上神轴来 跟燕青见面 燕青一看是他 有点脑袋疼 说实在的燕青心里有数 心说我打法度 打广恩 打那道号的 不成问题 想胜一空 贪何容易 这大和尚十分厉害 当初 邹锐邹华昌 费了多大的劲 才把他给战败 我这两下哪行 在这 骑虎难下 独打人家来了 怎么能说不打我就走了呢 燕青是红脸汉子 毛方拉屎脸朝外的人 跟十千戒然不同 十千什么人呢 见识不好 撒脚就跑 可跟人家比 没法比 燕青 拉开架势 刚要伸手 就见台下 蹦上一人来 无量天尊 我说 叔叔 杀鸡烟用牛刀 您省省劲 请回去歇着 把这和尚交给我了 念情水脸一看 来者非爹 正是十千收的宝贝徒弟 白笑天 这小孩 蹬着台 白笑天 兴高气傲 小马乍行 闲路窄 大鹏展翅 狠天敌 他在那看台上坐着看 热血沸腾 一看人家比划交手 他只玩这劲 干嘛呢 替人家使劲 心里头盘算着 这几下都不行 老实说 武松 燕青 这个本事 他都没看在眼里 其实我登台 就不费这劲了 我是古上造十千的徒弟 在这个畅科 不拉出去溜溜 太可惜了 我老师对我寄予 很大的希望 特别写信 把我叫来 就这场合 我不露了两手 吃之可惜呀 所以他跟谁也没打招呼 自己一高兴 登上擂台 燕青知道这孩子厉害 一笑 小天啊 我把他交给你了 您放心 我肯定叫他非常满意 武松回回看台 咱不提 但说白笑天 乐呵呵来到异空心间 打鸡手 口诵法号 无量天尊 大师父 还记得我是谁吗 米达 米达佛 小兔崽子 又是你呀 又见面了 你不是十千里徒弟 白笑天吗 不错 正是 我说大师 咱爷俩有缘 你看连日来 总是打交道 今天累排上 咱又见了面了 大师父 咱俩好好讲究讲究 咱怎么个打法 胜了怎么办 败了又怎么办 你说好吗 你说吧 怎么个打法 大师父 我说这话可不应该呀 要讲究起来 您身份真高 少林寺的四当家 要提起怪达摩 一空罗汉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哪个不知道 您是顶天立地的 大三童 这话说的可太损了 一万多人一瓶 都乐了 这一乐 一空和尚可招架不住了 去这腮帮的肉之斗啊 小兔崽子 你敢讽刺我 绝非讽刺 不是吗 我是个小孩 我初出茅庐 我这两下毛吞了 可是您都赢不了我 我就够饭桶的了 您说您是什么 你连饭桶都不如 所以第一 我奉劝大使回去 回炉另造 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练一练 练个几年 觉得差不多了 您再露面 不见你给少林寺的人 丢人现眼 如果您不听 非得当场动手 那么肯定你得失败 你要拜在一个孩子的手里头 你怎么办 自杀 抹脖子上吊 头盒 秘境 不看 除此之外 无路可走 您说是不是 那么您就跟我说一说 如果不是我的对手 您想怎么死的 你放屁 你可气死我 十千儿在看台上看着 听完这话 这个乐 十千儿心说 真是我徒 我也没交给他 他怎么都学会了 你说这小话 多好听 十千儿心里都好笑 旁边 安腾骄 挨着他 我老西呀 何见你把你压箱的这绝活都交给我心胸了 那当然了掌门大弟子嘛 当老师的能保守吗 我说 你有点不公啊 我们见能耐 他怎么不行 孩儿 糗木不可雕野 你就是那材料 怎么雕琢也成不了大气耳 你呀 就得跟你大师兄想 你看你大师兄 今儿个肯定打胜仗 老西不要把话说绝了 万一要打不了青仗的 有师父我呢 打了徒弟老师在这儿呢 孩儿你看的 大将家后阵 今儿个威师要在神州内上依显身手 我露几手 你们开个眼 我从来没使唤的绝活 谢吗 但愿如此 紧眼打啼啼啼啼啼啼 一边鼻鼓一边看着 单说一空和声 让一个孩子当众羞辱 这能受得了 这和声也爱发脾气 你像你稳住气 多好呢 压不住火 又好斗脾气又暴躁 哇哇爆叫小畜生 今天我要真不是你的对手 我就死你离开 恐怕小兔崽子 你如意算盘得落空啊 那 你来 一伸手 少林神拳 奔白啸天是发动进攻 白啸天说了一声 来得好 身形转动 左躲右闪 不发招 这种战术叫以意代劳 一边打呢 一边歇着 我不发动进攻 你怎么来 我怎么挡 同时这嘴还不闲着 在这气一空 你说够损的不 一边打 白啸天一边问 我说大师傅 我不知道这个出家的僧人都有什么规矩 有老伴吗 老伴有你岁数大吗 有没有子女呀 你什么时候完婚的 你说这不废话吗 一空一平你损透了你 你这小孩嘴可够骚的你 这等于骂我八辈的祖宗 有和尚娶媳妇的 你哪是骂我呀 你把少林寺的僧人全给骂了 他他妈能一掌 把白啸天打个骨断金蛇 但他打不着啊 二十回合过去了 白啸天一看行了 该我发动进攻的时候 二臂一晃抖擞精神 网上一蹦颈一丈多高 无量天尊 一空师父对不起 我可紧张 这一伸手不要紧 一空和尚是手忙脚乱 招架不住 石千在座位上看着 石千心说话 那个假石千是谁呀 真有本事 都交给他了 我哪有这两下子 石千心里清楚 我所会的武术 没有成套的 都是虎头蛇尾 这会几招 那会几招 说从头练到尾 没有 你看人家 这章法 简直都神了 他不知道 这叫什么章法 俄眉神圈 俄眉派正宗的招法 你光瞅着好看 叫名他叫不出来 大家说白啸天 频频发动进攻 转手围攻 一空和尚招架不住了 心中按牙一牙 我心里这小孩 净扯淡的 根本不会什么 真实的本事 闹了半天 不含糊 莫非说今天 我再次丢人 我真要栽了跟头 我真就没有活路了 哎呀 气死我也 当了天下那么多的英雄 我连个孩子 我都打不过 我叫什么怪达摩呀 我纯属就是个饭桶 想到这 他冒着汗了 越冒汗 越招架不住 白啸天看在眼里 起上心头 先说 你就给我在这吧 今天我要废的 打着打着 就见白啸天 双脚扁台板 飞鲜重情 上面使了个狮子插花 两杠 猛扣一空的面门 一空 用双掌 往往一划了 上了当 人家蹦起来 两只脚 蹬他的左右软肋 无忧当 一空下的身子一扁 只能躲过一面 另一面躲不开 背那脚 正蹬到左肋扇上 咔嚓的一声 把一空和尚 整个踢到台下 再数数那肋叉 肋条骨折了三根半 咔嚓的腰都蹬断了 大和尚 哎呦一声 顿时就背过气下 台下一阵大乱 有不少人还凑去 好 提得好 有本事 年轻人有出息 这小肉道不好 提得好 金梅罗汉路灯云 就沉不住气了 赶紧站起来 快去看看 把人抢救回来 大和尚小和尚 伴的和尚四五十号 挤过人群 来到一空金钱 加胳膊下腿 快头也大 费了很大的劲 台回东看台 陆登云 愁连锐 冷联名 围龙过来观看 再看 人事不行 赶紧给吃了止疼药 止血的弹药 检查伤口 一看泪扇的都发青了 一个脚印清清楚楚 印得上 泪虎都折了 这下半年起不来 不过命还能保得住 陆登云吩咐一声 派车 把他送回殿房 派专门人服侍他 把一空给扔走了 这事敞着还跟开过一样 愁连锐站起身来 弥陀佛 怎么呀 贫僧不才 去会会这个娃娃 陆登云吩咐说 囚连锐是我大师兄 少林寺 头一辈当家的 他会到一个小孩 这边职个嘛 但是你不要小看这小孩 太有本事 要不去个硬人 还真不好办 陆登云就说 大师兄 不才 小僧愿望 兄弟 属你能耐大 大将渡厚镇 会斗一个娃子 还用得着你吗 运凶族裔 再看仇连锐 晃着高大的身躯 从台上下来 分人群是赶奔擂台 这仇连锐一登上擂台 台上台下爆发出热烈的长生 就指的是一场恶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